嗨 大家晚安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TONY 蓋設計師CONY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山材異色伊勢 Miyaki的入門推薦款 皺摺服飾分享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個輕鬆的話題 那首詩詩在我們的頻道上 不聊髮型 只單純的聊服飾品牌 其中我也對這個品牌非常的好奇 所以我在我個人的社群上 有對大家詢問的一些基礎的問卷 那包含所謂它的一個品牌的熟悉度 或者是它的金額或是它的穿搭 在今天這支影片也會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山材異森的服飾品牌 它是來自於日本 那山材異森它旗下的品牌 這個就是屬於它的副品牌PP 那它是以皺摺最為出名的 它標榜的就是不管你怎麼揉它 不管你怎麼洗它 它都不會打開 它的皺摺都不會開花 所以像如果說我們要出來去旅行 你可以隨意的 順著它的紋理直接亂折 我要把它丟進去行李箱 它也不會有開花變形的問題 最重要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它的皺摺是可以去修飾我們的身形 讓我們的身形達到一個完美的修飾功能 首先呢 為什麼我會在我個人社群上 問大家知不知道這個品牌 其實不瞞大家說 我剛開始也不太知道這個品牌 對 我是因為剛好一個姻緣季 會遇到了一位認識的姐姐 然後她非常的會穿搭衣服 然後每次看到她 都是穿搭的非常的有心 所以進了有一次機會 我就詢問她說 親愛的姐姐 請問你買什麼樣的衣服的品牌啊 我怎麼覺得每次穿起來的衣服服 她不是感覺都非常的有心啊 她說其實女孩啊 你不用擔心 買對了服飾 你其實從18歲 都可以穿到80歲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有這種衣服呢 然後我就去詢問她了 進而去認識了我第一件的皮皮的服飾 然後啊 她就開始跟我介紹皮皮這個品牌 她說既簡單整理 然後又不用太費心的去照顧它 你平常清潔的時候呢 你只要把它摺一摺 然後把它丟進去洗衣網裡面 甚至到你不用去燙它 你只要平鋪把它曬乾就可以了 完全都不用擔心衣服會有變形的問題 然後她還說呢 如果你每個月都花個三五千塊去製妝 但是這個衣服你可能穿個三五個月 半年之後你可能就又不喜歡它了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很浪費那些錢 那她會希望你把這兩個月的製妝費給省起來 那你省了兩三個月的製妝費 你就可以選擇一件很漂亮很適合你的單品 這樣就可以從18歲穿到80歲 如果以換算金而下來 那這樣子就是很符合成本效應 所以其實在IG或者是FB上面 有很多人問我說它真的是滿貴的 但是如果我們換位去思考 如果是可以穿到80歲 從年輕穿到老 那這樣子的一個附加價值就會變得很高囉 其實我剛開始也有詢問我的客人或者是朋友們 在IG個人社群上也去做一些發問 如果是你的話你會願意嘗試嗎 高達會有七到八成的女生們是願意嘗試新的事物 剛開始入門的時候呢跟大家分享了 不管你今天是選擇上衣橫條的 又或者是像今天這件裙子是屬於直條紋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你穿搭在身上的時候呢 它這個皺褶的形狀是不可以開花的 像這樣的開花呢如果你穿在身上是直接這樣攤軟的 像一切的感覺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折痕是無法去做修飾身型的 所以在剛開始購買的時候呢 不管是上衣或者是下身的部分 都是要特別關注在這個方面的唷 首先剛開始呢我們可以先上PP的官網 我們可以拿出手機的網頁版出來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旁邊 右邊的部分有三條槓 然後在第一排如果你剛開始不太懂認識日語的話 我們直接按第一排進去 第一排進去呢的第四個就會有PP的網頁可以瀏覽 那通常在第一頁的時候它一定都會是新品 那我們會有各式各樣的一個顏色 那如果說你剛開始對於這些顏色上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選擇的話 建議我們可以先從基本色下去做選擇 好比說可能黑白灰 這三個顏色呢我覺得是在衣櫥上一定會有的顏色裡面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你買了其他顏色的衣服回來 會跟其他的衣服打架 我希望它可以混搭我衣櫥裡面的所有衣服 所以我剛開始的時候呢我就會先選擇黑白下去做穿搭 那好比說如果我們剛開始也不太懂得如何去選擇目前現在這些衣服的話 我們可以先選擇所謂的基本款 那基本款的話它會是在網頁的倒數第二頁或是第三頁 當我們這樣子點進去的時候呢可以在底下的圖示 它會有一些英文的經典的代號 好比說像我們現在在尋找的是 經典的代號在第四頁還沒出現 所以應該是在第三頁的位置 那剛開始的話如果我們在官網上看到的話 可以先在官網上的頁面搜尋鉛筆群的板頁 那這個頁面點進去之後它其實會有很多種顏色 它會有黑、綠、白 然後會有其他綜合的顏色 在最後面的一兩張會有一個真人模特的穿搭 那接下來呢是在它的底下會有所謂的尺寸 那PPT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是1到5號 它不像我們一般在買一般的時裝衣服 它是MSL的尺寸 它其實是1到5號 這最大的差異只有差在3公分 所以你不管是什麼樣的體型 基本上都穿得進去 你只要擔心說你可能飯會多吃兩碗 因為它會很舒服 默默的就會很容易變胖 因為就像我是一個弟子 因為像它的下身微粒來說的話 全部都會是一個彈性的褲頭 那你在下去的位置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自由的去選擇我們想要的尺寸 包含在下面的這個階段 都會有所謂的一個公分數 這樣子你可能對於這件衣服 或者是這件下身的服飾 你會要有一些概念 OK 那首先剛開始在穿搭PP的衣服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你只要抓準的這個重要的關鍵點 任何穿搭一定不會有問題 那就是保持著 當你如果上身是寬的 那你的下身就可以去做 比較窄身的一個選擇 那當如果說你的上身是窄的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比較寬鬆的下身下去做處理 好比說如果我今天肚子是比較肉肉的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比較寬鬆的上衣去修飾我們的肚子 那下身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 比較合身的直筒褲下去做穿搭 就可以達到一個上寬下窄 然後一個比例 比較可愛的狀態 那如果我今天的屁股是比較肉肉的呢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下身的地方是比較偏寬 或者是比較偏喇叭裙之類的東西 那上身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 比較窄身的服飾下去做穿搭囉 那接著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今天為大家選擇的 就是我個人的服飾 剛剛所提到的 如果我今天是小織女 我沒有辦法一次買很多 屁屁的服飾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用怎麼樣的穿搭 那我今天分享的推薦呢 會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呢 就是我的人生第一件的屁屁 鉛筆裙 那以鉛筆裙的一個穿搭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有幾種選擇呢 譬如說像我們現在 上身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做比較蕾絲的 然後它帶了一點 比較有女人味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想要混搭 譬如說我上班的時候 可以穿搭一些 像這樣子襯衫類的東西 在上班的時候 也比較有一點正式 那如果說像如果我今天出去玩的話 甚至我可以走得很韓妞 像現在夏天 像這種背心的服飾很多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穿搭方式 既很有性感的味道 然後又可以走比較休閒的感覺 現在目前比較熱的夏天 有很多的女生會選擇 比較偏韓系的那種細肩帶的上衣 那如果說有時候會覺得 上半身會有一點點太露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 像這種比較偏身的單靈 外套直接把它做披著的概念 這樣再下去做穿搭的時候呢 這樣子的一個分量感 也會比較均衡一些 才不會覺得好像上身很露 然後下身的部分會有很包 或是很沒有辦法修飾身型的一個功能喔 那接著呢我們還有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我們可以選擇第二款的服裝 那這一款服裝呢 會選擇是一個比較偏中長的長洋裝 那這個長洋裝的話 大概會是過我們的膝蓋這個階段 然後我們會去做一個混搭的效果 以像現在目前看到的一個長版洋裝啊 不管你怎麼去做搭配 像在夏天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選擇做一件式的穿搭 那如果是像春天或者是秋天 天氣落差比較大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擇搭配 對 比較偏短板的上衣 像這樣子的搭配來說的話 又可以別有一般不一樣的一個配色 以及一個服裝的搭配 那如果是今天比較偏像秋冬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做高領的服飾 像我這樣子 雖然我新天的袖子是比較偏短板的 但如果說你今天的天氣是比較冷的話 我們也可以選擇做高領的 然後再穿比較厚實的外套 再下去做一個配置 所以其實不管春夏秋冬 四季的顏色 或是四季的天氣 你都可以去做隨意的混搭 去進行做不一樣的一個變更 像今天這一件PP裤子啊 它是直條紋的 所以我們直接在收納的時候呢 就將它對摺 對摺完之後 如果你還是覺得裤面的部分比較寬的話 一樣可以再對摺 再對摺 如果今天家裡的收納箱 衣服的收納箱是比較小的 那我們可以直接從裤當這邊直接對摺過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進收納箱處理了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的收納箱 像是像無印良品那種有比較長的 我們可以在裤頭的地方下去做對摺 之後直接收納起來 PP的紋理來說的話 你直接把它做平放 不需要再做這衣服的一個方式 它就可以達到一個平順的效果囉 今天分享了許多PP的一個心得 以及穿搭的概念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現場有非常多的客人詢問我們 在穿搭的意見上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跟我們一起做討論囉 那今天的影片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 再加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Conny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